这个故事发生在广州的某个城中村里面 最近这段时间李中平的妻子哄哄被一件事情所困扰着 那就是他晒在阳台的衣服总是不翼而飞 而且每次丢的都还是泪衣 李中平夫妇他们住的是一楼 所以内衣不见了很有可能是偷盗行为 而李中平刚好是个健身教练 看到老婆的内衣频频被人偷走 李中平就恨得牙痒痒 如果抓到那个变态一定要好好收拾他一番 这天晚上李中平夫妇早早关了屋里的灯 并营造出一种家里没人或者已经睡着的假象 然后李中平躲在角落里暗暗观察着 等着那个小偷现身 差不多手到晚上十点左右 一个小伙鬼鬼祟祟的来到李中平的楼下 小伙摇头晃老的四处张望一番 在确定附近没有人后 小伙就从背后掏出了一根木棍 并伸到了李中平家的阳台 开始偷泪衣了 躲在暗处的李中平见时机成熟 他猛地跳出来一把抓住了小伙 结果发现这个小伙就是住在同一栋楼的黄二狗 好啊你这个黄二狗 没想到你是这种人 李中平挥着拳头就向黄二狗身上砸去 一顿拳脚过后 黄二狗被揍得鼻青年肿 于是黄二狗要求李中平放过自己 以后再也不敢了 而且黄二狗还愿意将这个月的工资拿出来赔偿 李中平听后忍不住笑了 你这死变态都不知道干了多少回了 居然说自己还能改邪归正 说完李中平就将黄二狗绑在了旁边的一根电线杆上 并将一件红色内衣扣在黄二狗头上 由于楼下发生了这么大的动静 很快就吸引了一大群围观的群众 得知黄二狗是头内衣的变态后 大妈们就开始纷纷指责黄二狗 并一直要求黄二狗滚出这栋楼 在众人一顿声讨中 警察赶了过来 黄二狗这才被救了下来 来到派出所后 警察就对二狗进行了一番思想教育 然后还让二狗打电话让父母过来娶人 结果二狗哭着说 他的父亲在脑家 一时半会儿来不了 而母亲在生二狗的时候就去世了 原来二狗的身世还挺可怜的 母亲死后二狗是由父亲一人拉扯带大的 所以从小二狗就很羡慕别的孩子 都有母亲的陪伴和疼爱 后来二狗学习成绩不好就辍学了 辍学后的二狗就一个人来到了城里打工 第一天来到城里 二狗就发现这里的人长得都很好看 而且他们都是出双入对的 这让二狗的心理产生了一些变化 有一种想要接近女性的冲动 有一次二狗路过一个小区的时候 看到有人在户外晒了一些女性的内衣 然后二狗就被一件文胸深深吸引了 随着清风拂过 这件文胸似乎还散发着一股清香 于是二狗就将这件文胸给偷回了家 从这年之后 二狗就一发不可收拾了 他每天都要出去偷女性的内衣 因为他每晚都要闻着内衣上面的清香入睡 直到这天 二狗在街上闲逛的时候 遇到了李中平夫妇 看到李中平的妻子长得很漂亮 身材又好 二狗就盯上了李中平的妻子 开始频频对他的内衣下手了 事情了解清楚后 警察也有点同情二狗 毕竟二狗还没有满18岁 最后警察简单教育后 就将二狗给放了 可是当二狗重新回到小区后 小区的大妈们依旧对他不依不饶 什么情况 这种人应该关起来才对啊 放出来多危险 谁知道他下次会偷什么东西 是啊 应该判他的刑 不然他是不会长记性的 还有的大妈给房东打了电话 让房东家二狗赶出去 面对居民的指指点点和谩骂声 二狗越想越气愤 他认为这一切都是李中平夫妇害的 是他们毁了自己的生活 于是钻牛角尖的二狗来到了超市 并购买了几把菜单 画面一转 几辆警车来到了李中平的小区 因为李中平夫妇死在家中 而凶手正是二狗 面对警察的逮捕 二狗没有任何抵抗 他知道自己将要面对的是什么 最后二狗将面临法律的制裁 故事到这儿也就结束了 电影娱乐与你解忧 下次再见 这个故事发生在台湾的北夷公路 由于这段公路要穿越崇山峻岭 所以道路蜿蜒曲折 然后路过的司机 就给这段公路 起了一个响当当的称号 九弯十八拐 自从北夷公路通车以来 这段公路就事故不断 经常发生意外 所以当地人一般会选择白天走这段公路 晚上的话就会很危险 这点晚上 男主阿伟将完班准备回家的时候 父亲突然打来电话说 阿伟的母亲在家不小心将腿给摔骨折了 要让阿伟赶快回来一趟 说完阿伟急忙骑着摩托车就往家里赶 而阿伟的老家在宜南 所以他需要穿越整个北夷公路 不过阿伟之前骑过很多次北夷了 所以他的内心并不是很害怕 在曲折的公路上骑了一会儿后 阿伟突然发现前面有一个亮点 奇怪了 是有人在那边走夜路吗 进去朝前骑了一会儿后 阿伟就看见了两位老婆婆 两位老婆婆站在公路旁边的草地上 并打着手电照着上山的方向 阿伟忍不住问了一句 老婆婆你们这么晚在这里干什么呢 其中一位穿紫色衣服的老婆婆 转过身回答道 小伙子啊 我想去山上的寺庙里 可是我迷路了 阿伟很诧异 因为他没有听过这附近还有寺庙啊 不过这么晚了 上山会很危险的 于是阿伟打算先将老婆婆送下山 明天一早再上山去寺庙 子依婆婆想了一会儿说 那好吧 谢谢你了小伙子 不过现在有两个婆婆 而大伟的机车只能载一个人 所以大伟就尝试在路边拦车 看看有没有下山的司机 结果等了一会儿后 一个人影都看不到 更别说会有小车经过了 大伟突然反应过来 是啊 现在都凌晨12点多了 怎么会有车子呢 大伟拿出了手机 准备叫个计程车 可是这里一点信号都没有 计程车也没有办法叫了 唉 看来只能用机车先在一个老婆婆下去了 大伟转过头准备让紫衣婆婆上车 结果却发现另外一个白衣婆婆不见呢 咦 刚刚不是两个婆婆吗 紫衣婆婆一脸梦圈的看着大伟 小伙子你说什么啊 我就一个人啊 难道遇到鬼了 大伟越想越毛 急忙招呼紫衣婆婆上车 不能在这里逗留了 结果紫衣婆婆却抓着大伟的手说道 小伙子 你先走吧 不过你要记住 如果你再当陌生人 并且当时起了大悟 你在内心里念佛号 佛祖就会保佑你的 说完紫衣婆婆就消失了 大伟笑坏了 难道说紫衣婆婆也不是人 大伟不敢在这里停留了 骑上机车准备离开 可就在这时 大伟发现机车无法发动 按了启动键 一点反应都没有 最后倒滚了半天 机车终于发动了 朝鲜开了一会儿后 就是大转弯 大伟下意识地瞄了瞄后视镜 结果那个白衣婆婆 却出现在镜框里 大伟再次被吓了一跳 他以为白衣婆婆 在后面追自己 于是疯狂地拧着油门 结果导致转弯的时候 速度过快 大伟直接冲出了湖南 画面一转 电视台播放了一起交通事故 说是昨晚 一名男子 夜骑北域公路时 刹车失灵 连人带车摔落山崖 但神奇的是 机车都摔报废了 该男子却只是皮外伤 经过采访 男子说他发现 刹车失灵后 嘴里不停地在念着佛号 不过专家分析该男子 解惠一条命 是因为他非常幸运地 摔在了山下的一棵大树上面 所以说夜晚骑车 一定要注意安全 尤其是崎岖蜿蜒的北域公路 常年都在发生 各种离奇的死亡车祸 故事到这儿也就结束了 小伙伴们 有没有走过这条九弯十八拐呢 你们有遇到过 哪些离奇的事件呢 电影娱乐与你解忧 下次再见 凌晨时分 小翟的妻子 开车回家后 突然想起来 自己忘记关车门了 于是急忙催促小翟 下去锁车 小翟就很无语 这个傻婆娘 每次都忘记锁车门 下次换车 一定要换一台顶配 然而小翟刚来到地下停车场 他就踩到了一坨狗屎 小翟就更加郁闷了 什么鬼小区 素质这么差 下次也要把房子给换了 找到自己的小车后 小翟就傻眼了 什么情况 这车灯怎么撞成这样了 就败家娘们 也不说一声呢 于是小翟拨通了妻子的电话 问他在哪里撞的 结果妻子却表示不清楚 他开车的时候非常小心 绝对没有追尾 或者撞柱子什么的 那真是见得鬼了 车子昨天还是好好的 而今天就是妻子用了一会儿 他说他没撞 难道就是刚刚停在这里别人撞的 小翟在附近检查一圈后 又忍不住吐槽 都什么年代了 连一个监控都没有 简直就像一个贫民窟 对了 小翟想起来上个月 他新装了一个行车记录仪 说不定可以拍到那个肇事者 小翟将记录仪的内存卡 取下来插入手机里面后 就可以回放之前拍摄到的画面了 妻子是凌晨1点20左右回来的 那就先从这里回放吧 刚点开录像 小翟就看到车子 砰的一声震动了一下 我去 这个傻婆娘 关门不能轻一点吗 往后快进十几分钟后 画面中出现了另外的两个人 一个大叔和一个蒙面的小哥 可奇怪的是 这个小哥看起来和大叔不是一起的 貌似是在尾随大叔 小哥东张西望 在去人附近没人后 小哥居然掏出了一个大棒子 并朝着大叔狠狠敲了下去 小翟顿时吓坏了什么情况 这间大叔被砸倒在地后 那个小哥也没有停手 继续敲打着大叔 直到大叔躺在地上一动不动 解决掉大叔后 小哥站在原地大口大口的喘气 紧接着 小哥转过头 直勾勾的盯着小翟的方向 没错 小哥发现了 他发现了小翟车上的行车记录仪 这台行车记录仪是不停机的 就算小翟熄火了 可他依旧保持拍摄状态 此时的小翟已经惊出了一身冷汗 他急忙摇下车窗 因为小哥刚刚看这边的眼神太恐怖了 感觉就像在和他对视一样 然后录像显示 小哥发现了行车记录仪后 就朝着小翟的后面走了过来 紧接着就是一声沉闷的关门声 这声音让小翟感到了一种窒息感 十几秒过后小翟出现在了路线画面里 他发现车灯破了 就和妻子打了电话 紧接着小翟就上车了 此时小翟的大佬一片空白 他只感到背脊发凉 冷汗将衣服全打湿了 下一秒录像停止了 然后那个小哥从后座探出头来 故事到这也就结束了 电影余呢 余你解忧 下次再见 这天眼镜哥在公园里看书的时候 先后了一位漂亮的妹子 而这位妹子 眼镜哥已经观察有一段时间了 因为他几乎每天都会在同一个时间 坐在那里晒太阳 虽然眼镜哥做的方向 只能看到妹子的侧脸 但眼镜哥已经被他深深迷上了 白战的皮肤 再加上细长的睫毛 妹子身上散发的一切特质 都是眼镜哥所喜欢的 而这天眼镜哥观察到妹子的身边 居然放着一根拐棍 眼镜哥就很好奇 难道妹子的腿脚不方便吗 还是说眼睛有问题 于是眼镜哥鼓起勇气 在妹子面前走了几圈 并朝着妹子挥了挥手 结果妹子一点反应都没有 这样说的话 妹子就是一个盲人了 唉 真是可惜了 就在眼镜哥为妹子叹息的时候 妹子突然说话了 很抱歉 可以不要站在我的面前吗 眼镜哥被吓了一跳 你不是盲人吗 怎么会看得见 妹子接下来就解释 虽然我的眼睛看不见 但是我其他的器官非常敏感 你在我面前走了几圈 我都能感觉到 不仅如此 我还能感受到对方的心 听妹子这样一说 眼镜哥的脸刷一下就红了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初次见面就这么没有礼貌 其实我不是坏人 也不是变态 我只是想和你交个朋友而已 见眼镜哥说话都开始结巴了 妹子再一次笑出了声 没关系我已经感受出来了 你其实不是坏人 两人简单聊了几句后 就发现彼此有很多共同话题 而且他们俩住的地方也非常近 所以才会经常在这个公园遇见 然后眼镜哥忍不住问了一句 你刚刚说你可以感受到对方的心是真的吗 妹子沉默片刻后就笑着回答 这个很难说 有时候可以感受到 见妹子陷入了冥想状态 眼镜哥就鼓起勇气向他表白了 他说第一次在公园里遇见妹子的时候 就对妹子一见钟情了 不过眼镜哥不奢求妹子也喜欢自己 只希望每天可以在这里陪他聊聊天就好 而妹子也笑着同意了 随着两人见面越来越频繁 最后他们终于走在了一起 成了一对男女朋友 不过有一点奇怪 妹子没有手机 所以他们唯一的联系方式就是在公园碰面 不过这些都不重要 因为只要和妹子在一起 眼镜哥就能感觉自己得到了全世界 然后眼镜哥想到了一个问题 他问妹子 你好奇我的长相吗 如果以后你的眼睛好了 看到我很丑怎么办 结果妹子表示外貌一点都不重要 而且自己看不见没关系 他已经将眼镜哥当成自己的双眼了 听到妹子这样说 眼镜哥心里非常感动 这天晚上 眼镜哥和几个好哥们一起喝酒吃宵夜 得知眼镜哥交了一个盲人女友后 好哥们都非常吃惊 认为眼镜哥肯定是遇上了一个女骗子 然后眼镜哥急忙解释 对方不是骗子 我们是认真的 我们经常牵手逛公园呢 听到这里 好哥们忍不住哈哈大笑 你小子太怂了 交往了这么长时间 居然只是单纯的牵手 见好哥们都在取笑自己 眼镜哥心里十分不爽 隔天眼镜哥就将心中的怨气 全发泄在妹子身上 你说我们如果真心喜欢彼此的话 是不是我做什么你都可以接受 妹子回答 可以接受啊 不过你可以为了我 什么都能做到吗 眼镜哥也斩钉截铁地回答 可以 我什么都可以做到 画面一转 他们俩来到了一家情侣酒店 这是他们第一次来这种地方 眼镜哥也向妹子保证 过了今天他们就算是真正的情侣了 以后不管发生什么都会对妹子不拟不弃 而且眼镜哥也心甘情愿成为妹子的双眼 说完眼镜哥亲吻的妹子 并将妹子扑倒了 就在眼镜哥解开妹子依扣的时候 他惊恐地发现妹子的胸口居然有一颗眼睛 而且这颗眼睛正瞪着自己 眼镜哥吓坏了 这是什么东西 结果妹子幻笑着说 你不是说喜欢我的吗 为什么吓成这副样子 快来吧 今天我们都可以得到各自想要的东西 说完妹子的胸口和大腿 又出现了一排密密麻麻的眼珠 由于眼前的景象实在太恐怖了 眼镜哥探索在地上 大佬一片空白 最后 妹子扑上来 吃掉了眼镜哥 然后一只新的眼珠 从妹子的后背那里长了出来 故事到这儿也就结束了 电影鱼的鱼里解忧 下次再见 男主阿明为了缩短每天通勤的时间 于是就给自己换了一间新的公寓 阿明的行李不是很多 所以他很快就收拾完毕了 就在这时 门外传来敲门声 阿明以为是房东 结果开门后 发现是一位可爱的妹子 妹子向阿明介绍自己 她是住在隔壁的红红 以后多多关照 两人互相客套了几句 红红就先告辞了 然后阿明自言自语起来 这个红红也太漂亮了 简直就是自己的理想型 而且阿明也非常喜欢这间公寓 它是走廊尽头的最后一间 相对来说是比较安静的 更重要的是 这个房间采光好 附近交通方便 房租也是之前的一半 阿明越想越激动 感觉自己好运终于来临了 就在这时 阿明注意到客厅摆着一个大衣柜 咦 衣柜怎么这样摆放呢 不是应该刻在角落里的吗 这样摆放的话 太占空间了吧 于是阿明准备将衣柜 推到一边去 推开衣柜后 阿明又发现了一个问题 那就是 衣柜后面的墙体 居然有一个洞 阿明俯下身一瞧 居然看到了隔壁的红红 而红红被吓了一跳 喂你是阿明吗 你做的些什么啊 怎么把墙钻了一个洞 阿明见状 急忙解释 不好意思 我不是故意的 我就是移动完衣柜后 才发现这有个洞的 见这个洞不是阿明搞的 红红的情绪就稍微缓和下来了 哦 是这样啊 我之前还以为是这里掉漆呢 那你要和房东说一下 将这个洞补起来 还有 不要再偷窥了哦 阿明表示明白 他会找房东的 说完 阿明就用胶布将这个洞贴了起来 画面一转 到了晚上 阿明的房间终于打扫干净了 然后阿明就很好奇 隔壁的红红 现在在干什么呢 是在看电视 还是在吃宵夜呢 或者说已经上床休息了呢 阿明越想越兴奋 于是就偷偷的将那个胶布给撕了下来 反正趁房东修补之前 能偷窥就偷窥吧 可是撕下胶布后 阿明什么都看不到 对面黑漆漆的一片 咦 难道说洪红为了防止自己被偷窥 那边也找东西挡了起来 就在阿明试图将这个遮挡物抠掉的时候 耳畔突然出现了洪红的声音 只不过洪红的声音变得十分阴森而扭曲 阿明妈 你为什么又在偷窥 说完 一颗星红的眼球突然出现在洞里 阿明吓得急忙后退 可是墙上的眼球越来越多 最后布满了整整一面墙 阿明感觉自己惹了不该惹的人 他一边求饶一边后退 但是已经晚了 这个房间几乎被眼球占满了 他们就这样直勾勾的瞪着阿明 此时的阿明已经无处可掏了 不管他躲在哪里 都会有眼珠瞪着他 最后一个女鬼头从洞里爬了出来 并朝着阿明张开了血盆大口 画面一转 哄哄给房东打了一个电话 房东先生妈 多谢你的款待 这次的肉非常鲜嫩 希望下一个房客也是这个水准 故事到这也就结束了 电影娱乐与你解忧 下次再见 这天几个小伙伴正在田野里抓虫子丸 其中福顺这个孩子最调皮 他抓到一只蜻蜓后 直接就将蜻蜓的翅膀给拔掉了 为了彰显自己绝对的力量 福顺还将断了翅膀的蜻蜓扔在地上 并疯狂的踩它 其他两个小伙伴则站在一旁 给福顺打起加油 解决掉蜻蜓后 福顺发现前面有一个大院子 听说那个院子里有各种各样的昆虫 所以福顺就想进去一探究竟 但是另外两个小伙伴就有些担心 因为这个大院子的主人 是一位很凶的白发爷爷 如果抓了他的昆虫 说不定会被打死呢 结果福顺却表示 越是大家害怕的事情 自己就偏要做 说完福顺就带着小伙伴们 翻进了这个大院子 刚一进来 福顺就看到了很多稀有的昆虫 地上爬的 天上飞的 真的就像一个小型的昆虫博物馆 在福顺的号召下 一场大屠杀就上演了 而福顺这熊孩子 简直太坏了 抓到昆虫 就想尽办法折磨它们 比如有一对蜻蜓正在交配 福顺就活生生地 将它们拆散了 扯掉蜻蜓翅板后 福顺就准备用手指 弹射蜻蜓的脑袋 咦对了 你们有没有看到冬久 冬久这家伙 最喜欢用弹射这招了 两个小伙伴摇了摇头 表示今天一整天 都没有看到冬久 就在这时 福顺听到了一个微弱的声响 不要 不要疼我 由于声音实在很小 所以福顺以为自己换听了 没一会儿 地上就东倒西歪 躺着好多小昆虫的尸体了 这些都是福顺他们干的好事 就在福顺他们 准备离开的时候 院子的主人 白发爷爷冲了过来 你们这些可恶的家伙 都干了些什么啊 小伙伴们健壮 吓得撒腿就跑 结果福顺慢一拍 最后就被白发爷爷给抓住了 臭小子 他们本来生命就不长 一定要这样对待他们吗 现在搞得满地的尸体 你一点都不害怕吗 结果福顺一点都不在乎 而且还狡辩 说这些昆虫 都是自己在外面抓的 白发爷爷一听气坏了 我的昆虫我认识 别的地方都不会有这样的昆虫 说着白发爷爷就掏出了一枚放大镜 没错 这都是我养的昆虫 这次就警告你一下 如果有下次的话 看我不收拾你 说完 福顺挣脱了白发爷爷 拍拍屁股就妞了 可是第二天 福顺又来了 看到白发爷爷出门后 他急忙翻进了院子 不过今天的任务并不是杀虫子 而是潜伏到屋里 看看有没有其他的宝贝 福顺在屋里逛了一圈 并没有找到什么好玩的东西 但是昨天白发爷爷用的那个放大镜 就放在桌子上 福顺很好奇 就举起来瞧了瞧 结果看到了一只不一样的蝴蝶 准确来说是一只美女蝴蝶 因为他的身体是人类少女 只是他的背上长了一对蝴蝶的翅膀 福顺顿时就脸红了 这美女蝴蝶是什么品种 也太好看了吧 就在这时 白发爷爷回来了 由于福顺看得太入迷了 所以一点都没有察觉到 白发爷爷已经回来了 见白发爷爷 恶狠狠的瞪着自己 福顺吓得将放大镜都掉在了地上 白发爷爷问福顺 你小子今天又杀虫子了 福顺急往摇手 没有没有 说完白发爷爷 就将福顺拎起来 准备好好教训他一番 结果福顺依旧嘴硬 不就是几只虫子吗 需要这么小提那做吗 而且我的父母从来都没有打过我 你这老头子敢打吗 见福顺说话的口气还不小 白发爷爷就先停手了 臭小子 你知道这些昆虫和我们一样 有着珍贵的生命吗 你再这样残害它们的话 你会遭天谴的 还有这些昆虫比起人类 简直好太多了 福顺听了有些诧异 昆虫有什么好的 白发爷爷一脸严肃的回答 它们可以开心的四处交配 不是吗 福顺顿时就脸红了 这么害羞的事情 怎么可以如此严肃的说出来 而且还是从一个脑头子的嘴里 讲出来的 再说了 蜻蜓交配不就是那样吗 这有什么好稀奇的 结果白发爷爷笑着说 你刚刚不是用放大镜看的吗 我们这里的昆虫可不一样哦 你想试一试吗 体验一下变成蜻蜓的感觉 福顺一听 顿时来了兴趣 我可以变成蜻蜓吗 如果出现意外怎么办 不会的 我会在这里守着的 等你玩够了 我再让你变回来就是了 在白发爷爷的诱惑下 福顺最终就同意了 而变成蜻蜓的方法也很简单 只要闭上眼睛 白发爷爷做一个简单的催眠 就可以让福顺的意识 转移到旁边的一只蜻蜓身体里 随着的倒数 三二一后 福顺睁开眼睛 惊讶地发现 自己还真的变成了一只可以飞的蜻蜓 然后白发爷爷警告福顺 不可以贪玩哦 完成交配就立刻回到原来的身体里 福顺点点头表示明白 飞出屋子后 福顺感觉外面的太阳有点刺眼 可能还不适应吧 福顺只能瞇着眼睛飞了 在院子里找了一圈后 福顺发现这里都是男蜻蜓和男蝴蝶 刚刚那只美女蝴蝶呢 不会飞走了吧 就在这时 福顺看到了那只美女蝴蝶 于是急忙朝着它扑了过来 而美女蝴蝶似乎受到了惊吓 忽闪着翅膀躲开了福顺的拥抱 福顺扑空后 忍不住仰天长叹 这美女蝴蝶飞得也太快了吧 就在福顺准备爬起来奋力追击的时候 一张大网落在了福顺的身上 福顺抬头一瞧 居然是自己的两个小伙伴 小伙伴笑着说 果然还是这里的蜻蜓个头比较大 这时白发爷爷出来了 看到福顺被抓了 白发爷爷急忙过来解救 结果两个小伙伴拎着福顺直接逃走了 甩掉白发爷爷后 两个小伙伴就开始玩游戏了 他们将福顺和另外一只蜻蜓对撞 而另外一只蜻蜓居然是冬久 福顺整个人都不好了 怪不得好几天没有看到冬久呢 原来他也变成了一只蜻蜓 见两只蜻蜓不打架 小伙伴有些生气了 什么意思 你们怎么不打啊 再不打的话 我就要用手指弹射你们的脑袋了 最后福顺绝望的喊了一句 不要不要谈我 故事到这儿也就结束了 电影娱乐与你解忧 下次再见 这点晚上 两名警察在巡逻的时候 看到有一个同学 侧卧在大街上一动不动 喊了几声 一点反应都没有 于是警察就让他翻了过来 看看他是不是醉酒睡着了 结果发现 他的嘴巴被针线缝了起来 看起来十分恐怖 这位同学的嘴巴 为什么会被缝起来呢 事情要从三周前说起 最近学校里非常流行一种名叫笔仙的游戏 不管男生还是女生都喜欢玩 其实这是一种招您的巫术 将笔仙大人请出来 再问他一些自己想要问的问题 这天男同学泰珠和福顺 正在教室里玩笔仙 就在他们准备请出笔仙大人的时候 过来了一位转校生 转校生一把按住了他们的笔 并说了一句 别玩了 泰珠抬头一瞧 发现是新来的转校生 于是泰珠就嘲讽道 喂你这个家伙 不是哑巴的吗 怎么今天会说话了 说完 泰珠将转校生的手一甩 准备继续请笔仙了 结果转校生又将他们的手给按住了 并指着门口说 我说别玩了 他已经到那里了 同学们都骑刷刷的 看向教室大门 可奇怪的是 那你什么都没有 这一次 泰珠彻底被激怒了 他嗡狠狠的指着转校生的额头喊道 你这家伙是不是活腻了 快给我滚一边去 不然我就对你不客气了 然而转校生并没有停手 他反手就将玩笔仙的纸给吃了 泰珠见状 直接给了转校生一拳 转校生被打趴在地后 泰珠也没有就此罢休 冲上来继续殴打着转校生 这时另一位玩笔仙的同学浮顺 却喊了一句 泰珠啊你快看 这是怎么回事 泰珠转身一瞧 只见那只琴笔仙的红色钢笔 居然扎进了客桌里 在场的同学们都懵了 这笔是怎么回事呢 是谁在恶作剧吗 就算恶作剧 也不太可能有这么大的力气吧 然后那位转校生擦了擦鼻血 并说了一句 是你们把他叫来的 你们等着瞧吧 放学后 福顺乘坐地铁准备回家 就在这时 三枚牙刷突然掉在了福顺的身上 福顺一脸懵圈 这是什么鬼 哪来的 下一秒 一只呲牙捏嘴的猎嘴女 突然出现在福顺面前 就在福顺准备张开嘴 大叫的时候 她的嘴巴被一个人捂住了 这个人正是那个转校生 转校生告诉福顺 这个时候 你千万不要发出任何声音 不然就会被猎嘴女 夺走魂魄的 就这样僵持几分钟后 那个猎嘴女 也就渐渐消失了 而福顺已经吓得全身贪软 都无法保持正常的坐姿了 下车后 转校生用黄色符咒 将那三个牙刷包起来烧掉了 烧完了牙刷 转校生还告诉给福顺 太珠那个家伙的魂魄已经被夺走了 所以你最近要小心一点 如果猎嘴女再次出现 你一定不要发出任何声音 说完 转校生准备离开了 而福顺还是很害怕 他一把抱住转校生 想让转校生救救自己 转校生却表示 自己能做的就这些呢 见福顺跪在地上 不停地磕头求救 转校生于心不忍 于是就扔下了一卷针线 这个说不定可以帮助你 知道该怎么用了吧 就在这时镜头给到转校生的嘴巴一个特写 上面密密麻麻的都是小洞 看来他之前也是用过这卷针线的 画面一转 时间线回到现在 两个警察将福顺带到了医院 并且还让医生将他嘴唇上面的线 全给拆了下来 等福顺醒来后 警察就关切地告诉给他 同学你醒哪 待会儿医生会过来给你消毒 消完毒你就没事了 福顺摸了摸自己的嘴唇 发现自己刚缝上的线没有了 福顺顿时抓狂地大喊起来 毕竟这是自己人受巨大痛苦才给缝上的 甚至都疼得晕了过去 怎么就这样给拆了呢 随着福顺疯狂地大喊大叫 那个猎嘴女又出现了 他将福顺按倒在病床上 准备将她的嘴巴彻底撕烂 而警察根本就看不见那个猎嘴女 他以为福顺犯得癫痫 急忙呼叫值班室的医生 不过一切都来不及了 因为玩过笔线的同学都没有好下场 故事到这儿也就结束了 电影余乐与你解忧 下次再见 阿黄是一位脑烟枪 虽然他才32岁 但他的烟灵已经快20年了 这天阿黄在餐厅等吃饭的时候 忍不住点了一根香烟 结果服务员过来让阿黄将香烟灭掉 因为餐厅是不允许抽烟的 对于阿黄来说 吃饭不抽烟根本就没胃口 于是阿黄说了声不吃了 就大摇大摆地离开了 看来对于阿黄这种人来说 饭可以一天不吃 但烟不能一天不抽 就在这时师母打来电话 说师父住院了 让阿黄赶快过来一趟 来到医院后 阿黄才知道师父居然是肺癌晚期 毕竟师父也是一位脑烟枪 一天差不多要抽四五包香烟 所以患上肺癌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 于是师母就劝阿黄少抽点烟 不要布师父的后尘 一想到师父命不久矣 阿黄急忙点了给香烟压压压惊 但是又想到了 师父是因为抽烟患上肺癌的 阿黄又吓得急忙将香烟给掐掉了 对了 之前就计划要戒烟的 现在可以通过这个契机彻底戒掉了 阿黄信心满满 这次一定可以成功 毕竟雪宁宁的教训就在眼前 可是不到半小时 阿黄就忍不住的抽了一根 看来这戒烟是真的很难啊 如果没有惊人的毅力 一般人是无法戒烟的 于是阿黄就在网上搜索 看看有没有可以戒烟又不痛苦的方法 结果还真的找到了 只要通过一个小手术 就能摆脱抽烟的危害 根据网上的地址 阿黄来到了一个小诊所 虽然诊所破破烂烂的 但他的名字取得非常专业 饱废诊所 此时阿黄有些犹豫了 因为他担心这个诊所不靠谱 然后阿黄不知不觉的掏出了香烟 算了 来都来了 还是进去看一看吧 进入诊所后 阿黄就遇到了一位白发苍苍的脑医生 脑医生笑着对阿黄说 小伙子 你一定在为戒烟而烦恼吧 我可以帮你哦 阿黄好奇的问 戒烟不都是靠抑制力吗 你这里有什么方法 脑医生继续说 我并没有说帮你戒烟 而是可以帮你消除抽烟的危害 可以让你以后想抽就抽 不会给身体带来任何伤害 阿黄听了 顿时觉得医生在吹牛 如果真的有这种技术 为什么之前都没有听说过 脑医生急忙解释 这项技术是自己发明的 目前正在申请专利 所以还没有被推广 如果等专利下来了 你不一定做得起 但阿黄还是有点不放心 毕竟这项手术都没什么人做过 就在这时 一位小伙子进来了 他手里还提着一面锦旗 大夫 你的手术真的太神奇了 要不是你的妙手回春 我估计早就肺癌晚期了 而且现在我也没少抽 呼吸越来越轻松了 看到这一幕 阿黄打笑了心中的疑虑 立刻交钱同一座手术了 这个手术其实也很简单 就是在阿黄的体内 装一个小瓶子 专门收集香烟的尼古丁 然后阿黄就可以肆无忌惮地抽烟了 并且对肺部没有任何伤害 画面一转 手术完成了 然后脑医生再三叮嘱阿黄 半年后再来更换尼古丁收集器 还有这个手术只能找我做 阿黄表示明白 从这天之后 阿黄抽起烟来比之前更加凶猛了 而且他也没有感到任何不适 烟抽多了 阿黄的心情也变好了 可是半个月后 阿黄就发现不对劲了 他开始流鼻血 而且鼻子非常脆弱 打个喷嚏 都会喷出血的那种 不仅如此 阿黄几个青春痘都会血流不止 父母担心阿黄的身体健康 就让他去医院检查一下 但阿黄就是不听 并表示自己没问题 直到这天阿黄抽着四根烟 大摇大摆地走在街上 然后一只黑狗看阿黄不顺眼 于是冲上来咬了他一口 这一口下去 差点要拿阿黄的半条命 因为伤口血流不止 于是阿黄被送去了医院抢救 一番检查后 医生表示 阿黄的血小板重度缺失 所以还需要观察观察 而且医生还发现 阿黄的胸口有做过手术的痕迹 所以医生就给阿黄拍了片子 看看肺是不是有问题 等片子出来后 医生惊出了一身冷汗 因为阿黄两个肺都不在了 取而代之的 竟然是两个塑料假肺 原来阿黄被骗了 那个老医生根本就不是医生 而是一个专门贩卖人体器官的犯罪团伙 故事到这儿 也就结束了 电影娱乐 与你解忧 下次再见 小夕和母亲最近搬到了一间大公寓 这间公寓有一面很大的镜子 看起来十分高档 是原本住在这里的大妈留给小夕的 当时母亲觉得很不好意思 这么贵重的东西就这样给我们的吗 大妈笑着说 是的 因为她的女儿和小夕很像 所以就送给小夕了 虽然大妈说话总是保持微笑 但小夕却感觉到有一些诡异 所以不知不觉的躲在母亲的身后 然后小夕的父母很早就离异了 而母亲为了工作 每天很晚才回家 所以这间大房子总是显得空荡荡的 一天晚上小夕正在房间里睡觉 隐隐约约中 她似乎听到了奇怪的声响 而这声响貌似就是从镜子里面发出来的 小夕爬起来后什么都没有看见 奇怪了 难道听错了 就在这时 小夕通过镜子 看见身后的柜子里 居然出现了一个披头散发的女鬼 小夕急忙转过头 结果发现柜门是打开的 但是那个女鬼却不见了 就在小夕一阵疑惑的时候 一个女鬼童从镜子里面爬了出来 小夕吓坏了 急忙捂住了眼睛 其实小夕很想逃跑 但是她惊吓过度 身体已经不受控制了 然而镜子里的女鬼也没有伤害小夕 而是不停地在小夕耳边轻轻哭唤 她想和小夕一起玩耍 让小夕进到镜子里面来 僵持一会儿后 小夕的身体终于恢复了知觉 于是她急忙逃了出去 来到屋外后 小夕就撞见了两个游手好闲的小混混 小混混刚好从小夕的家门口路过 他们一边抽烟 一边坏笑地对小夕说 小妹妹 这么晚一个人在外面干什么呢 要不要哥哥保护你啊 小夕又被吓了一跳 因为这两个小混混太恶心了 甚至比刚刚那个女鬼还恶心 小夕只好鼓起勇气又跑回了家 回到家后 那个女鬼已经消失了 不过镜子时不时还会发出奇怪的声响 于是小夕就用床单将镜子给盖了起来 过了一会儿 小夕听到了熟悉的声音 没错 是母亲回来了 不过还有另外一个男人的声音 小夕心里很清楚 今晚母亲加班了 所以是她公司的主管大叔送她回来的 而小夕非常反感这位大叔 她不希望母亲和她走得太近 母亲开门进来后 发现小夕蹲在玄关这里 母亲就很诧异 你怎么还不睡 小夕就将镜子的事情告诉给母亲 结果母亲的反应非常奇怪 她并不关心镜子的事情 而是反问小夕 你又要拿主管大叔送我回来的事情和我吵架吗 我已经很累了 不想听你说鬼故事 说完母亲就要进房休息了 而小夕却拦住了母亲 因为这个镜子里面有鬼 这个房子不能继续住人呢 见母亲还是不相信 小夕就将那个床单给扯了下来 见过母亲一脸懵穿地盯着小夕 你想让我看什么 这镜子不就是一面镜子吗 小夕急忙解释 刚刚那个女鬼还在镜子里面的 她还让我进去和她做好朋友呢 就在小夕和母亲形容那个女鬼长相的时候 那个女鬼突然从镜子里钻了出来 并一把将小夕拖了进去 母亲吓坏了 她想要救小夕 但已经来不及了 听到母亲的叫喊声 那个主管大叔就赶了过来 原来她还没有走 在送完小夕母亲后 她就一直站在外面抽烟 此时的小夕正在镜子的另一边 这里是小夕房间的镜像空间 所以里面的布局是一模一样的 小夕很害怕 只能蜷缩在地上瑟瑟发抖 过了一会儿 小夕通过镜子的背面可以看到 主管大叔正在敲打镜子 敲戒的声音非常响 小夕的耳膜都快震破了 可奇怪的是敲了半天 镜子上面一点裂痕都没有 主管大叔都震惊了 这是什么镜子质量这么好 不过主管大叔对于小夕 被女鬼拖进镜子里的事情 持怀疑态度 毕竟听起来像魔幻故事 一言不合 主管大叔就和母亲吵了起来 最后母亲气不过 就让主管大叔先出去 让她一个人安静待一会儿 说完主管大叔就出去了 不过她没有离开 就站在门口随时待命 镜子里面的小夕 听到母亲的呼唤声后 急忙爬到镜子这里 现在的情况就是 小夕可以看到母亲 但母亲看不见小夕 这时那个女鬼出现了 她告诉小夕 她一开始也跟小夕一样 是一个漂亮的女孩 所以她可以给小夕一个机会 能见到母亲的方法有两种 第一 用力伸手将母亲抓进来 这样就能和母亲 永远生活在这个镜像空间里了 第二 你母亲用力抓住你的手 将你拉到镜子外面 这样你就能彻底离开这里了 小夕当然选第二种方法啊 于是小夕用力扑到镜子面前 并将一只手伸了出去 这一次母亲终于看到了小夕 小夕急忙告诉母亲 让母亲拽自己出去 这样自己就能得救了 母亲非常激动 真的吗 好的我马上拽你出来 就在母亲伸手 去抓小夕的时候 那个女鬼居然也贴了过来 并微笑地盯着母亲 母亲瞬间就将手缩了回去 因为她害怕那个女鬼 此时小夕有些烦躁了 不是和你说好了 我要选第二种方法吗 你为什么要过来阻拦 女鬼用愤怒的眼神 瞪着小夕几秒后 她就一点点消失了 见女鬼走后 小夕开心地呼喊着母亲 让母亲继续拉她出去 那个女鬼已经离开了 结果母亲却犹豫了 她咬着牙激动地说 我现在没法相信你呢 万一你不是小夕 而是那个女鬼变的呢 说完母亲就一点点后退 准备离开这个房子 这一刻小夕感到天旋地转 为什么 为什么母亲不相信自己呢 还是说母亲觉得自己是个脱油瓶 只想和那位主管大叔 公安人世界呢 不管小夕如何呼喊 母亲也没有搭理小夕 最后狠心地走出了这个房间 并且还丢下一句话 你放心吧 我不会让你感到孤单的 画面一转 母亲将这面镜子 以捐赠的名义送到了小夕的班级 并且还给小夕办理了转学手续 班主任很感谢小夕的母亲 而母亲只是笑着说 不用感谢我 这都是小夕的意思 这天晚上 同学们都放学回家了 眼镜妹多写了一会儿作业 所以她是最后一个离开教室的 就在眼镜妹准备关门的时候 她听到了手扣在玻璃上 发出的咚咚咚的声响 转身一瞧 眼镜妹居然在镜子里看到了小夕 咦 怎么是小夕 你不是转学了吗 一个转身 眼镜妹惊讶地发现 身后什么都没有 下一秒 小夕从镜子里抱住了眼镜妹 并缓缓说道 我曾经也和你一样漂亮呢 随着一声惨叫 故事到这儿也就结束了 电影娱乐与你解忧 下次再见